哈哈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东某人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给大家讲了这个秦孝宫的故事 那么在这一期呢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秦惠文王 离你们想了很久的秦始王仪越来越近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兴奋 我最近在学着把这个视频做短 做的有意思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一期的文案 我们说回主题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在秦国的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君王 他非常幼稚你知道吗 他在不适合秦王的时候 脑袋一发热 啊我就要秦王我就要我就要 但是他又很雄才大略 他在位的时候 向北进攻义渠国 向西扫荡八国和蜀国 向东扩张到寒谷关 向西吞并商鱼之地 他很小气 因为自己的老婆和义渠王有染 追着义渠把人家打到灭国 但又很大度 对犯了错 差点导致秦国受毁灭性打击的张仪 选择给他加官进爵 用自己的土地换回了自己的秦像 我觉得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真的很像一个小孩子 他曾经联合张仪 还骗过人家土地 一个君王靠骗活的土地 真的还挺好玩的 好了那么本期节目 我们不多吹逼 我们直接来细细来看 首先我们要看秦惠文王 这个意号 惠 惠字的基本意思是 人爱如惠人也 大概也就是说 这个惠文王在位的时候 廉政爱民 惠文王他刚继位的时候 做了一件很多人看上去 很离谱的事情 他下令处死了商鞅 这个就很离谱了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这秦惠文王是个坏东西 但是我们细细来想 当时国家的权力 大部分都不在惠文王的手上 而是在商鞅手上 如果说孝宫时期的秦国 是一个中路下路的双C体系的话 改朝换代之后 肯定要建立新的战术体系 而商鞅这个ADC 还是吃着秦国的大部分经济 这和这个秦国的新战术 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这是一次权力的斗争 越是做大事越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对方的人品上 况且是一个国家呢 对吧 而且孝宫一死 秦国国内的士族又有抬头的迹象 杀了商鞅可以暂时的平息内部的矛盾 所以从无论如何 从哪个角度来说 商鞅都必须要死 秦惠文王上台以后 三年不问朝政 所有的大小的事情全都由商鞅来决断 国家依靠法律法规稳定运行 各种小事各个部门可以按照这个规章制度解决 而遇到那种自己考虑不了的大事 则可以上报给商鞅 统一进行决断 整个国家就像是一部严密的机器 并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有这种实际的统治者来干预 当然啊 这也是法治治国的好处 秦国是最早的最彻底的法治国家 秦惠文王他不问政事的本身 隐藏着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意图 国家的法规出自这个商鞅之手 商鞅现在功高震主 但是没有合理的理由来处罚商鞅 贸然行动直接罢出商鞅会导致国家动乱 所以秦惠文王隐忍不发 他在等待商鞅犯一个错误 一面进行政治布局一边麻痹商鞅 三年之后商鞅做出的这些决策太多了 只要有一个漏洞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想找一个杀商鞅的理由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在三年之后秦惠文王以雷霆手段收回了政权 车列商鞅 对内进行安抚 维持国家的稳定 对外积极外交 内忧外患都得到了解决收获颇丰 然后在处理掉商鞅之后 此时就来到了第一个副本 叫做为其襄王 襄王的意思是指两个国家的君主互相称对方为王 其实也就是从公国变成王国的意思 身份地位上更上一层 表达自己有一统天下的这个理想 秦惠文王其实他最开始也是想参与这次襄王的 于是他就启程去魏国襄王 这个时候大家回顾我往期的这些视频 大家就会知道啊 秦国和魏国是什么关系 世仇 两边打了那已经将近有一百年了 于是在这次襄王的路上 还是秦军的惠文王受到了非常屈辱的待遇 首先是被迫签订了彭城之约 然后如果不是秦国举兵威胁魏国要求要回自己的国军的话 估计他都没办法活着回到秦国 这是什么 这就属于典型的脑子一热啊 想当然的做事情 但此时的惠文王啊 当国军的时间还比较短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不过俗话说的好 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 他必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此时有一个魏国人流亡到了秦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公孙衍 是一个军事奇才 虽然他是一个魏国人吧 但是秦国用人从来都是从魏国人当中选 我们可以数一下历代倾向 商鞅曾经在魏国求学 虽然不是那个魏 但也是魏国对吧 然后又是张仪 虽然这个时候张仪还没有登场 反正历代秦国国君就是喜欢用魏国人 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理 然后此时的秦国在校工手上已经发育了很久了 已经有了进攻的资本 银四想借着这一次机会 因为他自己受辱吗 想打通进攻中原的道路 再加上之前蓬城之辱 这口气实在是出不了 于是这个时候公孙衍来了正好 银四他看出了公孙衍的才能 任命他为二把手 主持进攻魏国 而公孙衍也没有让银四失望 在核心一战一战灭了魏国八万大军 秦国不仅仅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 并且在黄河的东岸建立起了东晋的前进阵地 从此秦国雄居寒谷关 傲视中原六国 寒谷关是一个什么地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寒谷关的地形 那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拿下寒谷关的秦国可以说是向东可以进攻六国 而打不过回来把关一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个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三个关键道具之一 此时虽然秦国赢得了对魏国的战争 名义上来说他是占领了河西之地 但是魏国不愿意把土地交给秦国 这就很有问题了 双方签协议是签了 但是魏国他就拖着这个户籍制度 就不对 拖着这个户籍迟迟不给秦国 并且还想举兵再把这个地给讨回去 但是不得不说秦国的这个运气是真的好 此时秦国又得到了对魏国宝具张仪 张仪是谁 战国著名的纵红家 他非常的厉害 为人为力士徒 阴险狡诈 但是他这个人非常的忠于秦国 那是后话了 然后他来到了这个秦惠文王面前 对秦惠文王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建议 他说道 此时的魏国已经衰弱了 而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变得异常的强大 如果想要跟魏国一较高低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想要打下一个大大的土地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任何领土的扩张 不是拿到手里就完事了 他得消化 知道吧 如果秦国强行抢过来 那可能就会变成 今天我拿过来 明天魏国拿回去 反复一手劳命伤财 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又没有实际的收入 于是张仪他提出了一个猜想 一个说法 那就是蚕食 通过可控的扩张 来完成对对方的蚕食 我打下五寸 退三寸给人家 我自己上流两寸 这样对方想起来也舒服了 我想起来也舒服了 毕竟有实际利益嘛 但是要促成这种结果 需要一个有力的外交鬼才 而张仪正是这样的外交鬼才 这个办法几乎就是为张仪一个人而制定的 于是啊 这个秦惠文王听完之后很感兴趣 任命张仪为秦相 让他主持外交 果不其然 经过张仪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舍 将这个魏国之前 就是不愿意交给秦国的这个河西之地 全部要了回来 因为之前公孙岩打下了黄河以西嘛 秦让魏国割地 魏国说可以 但不给张仪说 多的我们不要 这个多的城你们拿回去 我们只要河西 反正就是反复商议之后 河西之地就要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说一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个秦惠文王想称王这个事情 但是他蓬城湘王位随嘛 还受到了这个驱逐的对待 而如今他抱垂了一顿这个魏国之后 肯定呀 趁着这个气势就要把王给称了 于是龙门襄王 这场襄王秦国可以说是牌面拉满 秦国要求魏王给秦王牵马 韩王给秦王驾车 这是什么牌面 这是周天子的牌面 然后秦王就在这种牌面之下 然后简阅列国仪仗 然后再称王 《战国册》当中也有记载这一段 并且史书里边说 这个张仪在其中出了很大的利息 毕竟是外交官嘛 才促成了这个事情 必定让一个王给另外一个王牵马直凳 确实有点不合适 然后这里详细的记载我也找不到 于是我就给大家看一段 这个《大秦帝国》电视剧里边的片段 那必然会有个礼 我张仪是这么想的啊 在那些梵文汝节完事之后 秦王会简阅列国仪仗 那是秦王无限风光之时啊 还请老相国告知贵国王上 干脆给足我秦王面子 那如何才算是给足了面子呀 还请魏王为我秦王欲 如此也太无礼太张狂了吧 你秦军湘王检阅一仗 让让我王给你王牵马 既然是三晋湘王 那赵王和韩王也不好闲着 还请魏王能说服赵王和韩王 在我王检阅列国仪仗之时 与我王身后半价 张仪 我会使得敬你某国有成 可老夫绝不容易如此羞辱为国 难不成 我张仪伤了老相国的自尊哪 各人尊严何足道在 国家尊严断不可辱 老相国只顾你国尊严 却不顾及秦军颜面 秦国好不容易打了胜仗 却不趁人之危 贵国尽限十五成 我们不要了 而且还返还两成 就为了换魏王一点尊严 这还不合算吗 不合算 此绝非等价交换 敢问老相国 何者价更高啊 国家尊严无价 当年魏国劫持秦军 唾其签订 秦卫之盟约 敢问 当年秦军之尊严何价 那都是过去的事 你不是说贵国军商 张仪不计前嫌吗 秦军当然大度 大可不计前嫌 可张仪铁为秦国相邦 一定要把这个面子 召回来 你 你就如此张 十年前 魏王撕破秦军的脸 十年后的今天 秦军也要撕破一次 魏王的脸 不成吗 原来 原来还是记着仇呢 老相国何其愚钝呢 此仇 秦国国君从来未曾忘记 大秦的臣民从来未曾忘记 还请老相国反攻自行 倘若贵国国君 十年前便可称王 却被劫持 且以死相逼 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 城下盟约 贵国国君会如何 倘若我国国君 许婚贵国国君 而迎娶的新娘 竟然是行刺新郎的刺客 贵国国君又会如何 老相国辅佐大半生的 老魏王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不怕老天爷报复吗 可那时 老天爷他瞎了眼 他就没睁开眼睛 你魏国自诩 齐国是坚强的靠山 秦国不敢把你们 怎么着了 秦国要报仇 只能靠自立 自谋自强 可如今呢 秦国和楚国联姻联盟 那剑锋十多的齐国 还会帮你卫国吗 没人帮没人管的卫国 就只有挨打的份 我秦国可以打你卫国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只要你们不认输 就可以一直打下去 不是最终灭了你的国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 还请老相国明鉴 我张仪 让魏王替秦王牵马直凳 那不是撕你魏王的脸 那是掌你魏王的脸 不然 魏国王也王了 你魏王的脸 还往哪儿放 在下明白了 在下回去 会劝说我王 接受贵国的恩赐 好 老相国不愧是老成谋国呀 张仪佩服 霸道 属实是太霸道了 于是 这个惠文王就在这样最大的排场下称了王 而惠文王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 但这个王称的他有问题 不是说这个秦国不该称王 而说秦国称王 他太早了 他的排场确实太大了 说实话 秦国的综合国力比得过魏国吗 其实是略逊一筹 秦国的经济实力比得过 习国吗 也是略逊一筹 秦国的土地比得过楚国吗 比不过 那是完全比不过 而反而用了列国之间最大的排场去称王 自然招惹了不满 而且这个不满只是一个借口 此时天下六国都巴不得秦国死 于是在这个魏国的牵头之下 魏 赵 韩 燕 楚 五国联合攻打魏国 这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上 这个这五个国家的排列 他们是靠秦国最近的五个国家 排起来就是一堵城墙 这个就是著名的合纵 联合诸国对抗秦国 这是自秦国商鞅变法以来 遇到的最大的危机 秦国又一次来到了经典的走错一步 就会灭国的境地 但是秦国他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之前说过秦国拿下了韩国官 秦国现在有两大优势 第一个是牢不可破的韩国官 一夫当官万风抹开 对面不要想打进来 打是完全能打呢 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鬼才张仪 在这个军事上 秦国仗着有韩国官 坚决不服 要打咱们就可以打 然后就跟对方就拼 就互相好 而在外交上 让张仪到处去拉拢这些 参与了合纵的国家 送礼 送儿子当人质 反正是什么都搞 绝不含糊 知道吧 这就是历史上的连横 以横破纵 就这么一个意思 本来啊 这个列国之间就是夙愿难消 谁也不愿意听谁的 而谁来当这个合纵的大哥 这个事情 他本来也就说不定 对吧 然后他们本来就有一些内讧 再加上秦国这一番操作 最后真让秦国以横破纵了 经过这样一封操作 秦国最终还是挺住了这一次危机 挺过了这一次的危机之后 秦国经过了几年的发展 国力恢复的七七八八 又想有一些骚骚作 但是又不敢直接开关东出去打魏国 生怕再被人家联合起来围殴 而在这个时候 张仪跳出来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 他说这样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 就那么怂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向东进攻魏国 但我们进攻魏国的究极目的 不是要打下魏国 而是什么呢 迎奉周天子 把天子接到秦国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奉天子以讨不成 这个时候某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气控表示 这段我熟 这段我熟 但是这个时候 另一个大臣也提出了一个提议 司马错 他说我们其实应该拿下四川 但是在当时 这个四川在天下诸侯的眼中 就是蛮夷之地 拿下四川在短期之内的这个性价比 是绝对没有这个奉天子以讨不成高的 这个详细例子可以看曹丞相 惠文王他思考了很久 他一般的这个决策都会听这个张仪的 但这一次他没有听 他选择了打下四川 他是这么想的 比起短期收益的话 这个秦惠文王更愿意选择这个秦国的未来 因为惠文王此时他不相信啊 他不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能一统天下 但是惠文王他相信 自己的子子孙孙一定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 所以要把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着 于是啊 这个秦惠文王派秦军南下进攻巴蜀 公元前316年 就直接把这个蜀国给灭了 将蜀国的土地 也就是四川 吞并到这个秦国里边 俗话都说四川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那真是富得流油 但是呢 仅仅一个成都平原是无法滋养秦国年年征战的 于是公元前313年 这个秦惠文王派张仪去楚国 用了反奸计 又使这个楚国和这个齐国产生了矛盾 本来他们之前是结盟啊 然后又用这个计谋激怒了这个楚怀王 又使楚怀王出兵攻打秦国 让这个秦国啊 处于一个防守的姿态 在丹阳大败楚军 得到了楚国的汉中之地 汉中平原那也是肥得流油啊 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蜀的威胁 并且经过这一战之后 楚国一蹶不振 这样一来 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片 几个平原连成一片 秦国对六国有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 秦桧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这个胜利 扩大了疆域 并且他挑拨离间 不让这个楚国和这个齐国两个国家 发生了矛盾吗 用了这个张仪的连横之策 实行内部分化 各个击破的策略 打退了六国 之前就停留在韩国关外面的这些进攻啊 取得了政治外交上的胜利 也为后面这个秦王嬴政扫灭六国 有了一个这个有力的这个态势 巴蜀汉中的征法有着巨大的这个意义 第一方面就是扩大了领土嘛 这肯定了 另外一方面就解除了楚国 从南方和东南方威胁秦国本土的这样一个攻势 反而获得了蔚来 因为他们的这些相对的这些关爱 全部都丢失了 蔚来进攻楚国有一个绝佳的前进基地 并且这个时候秦国还顺江而下 拿下了八国 八国也就是现在的重庆 也就是我的故乡 从这个水路上啊 可以顺江而下一日千里 直取这个楚国的首都 并且拿下了这个八属关中之后 几个平原对这个前线的补充 也是非常有利的 知道吧 拿下八属之后嘛 然后这个秦惠文王当时就在想 这个反正一不做二不休嘛 反正都要为后面做铺垫 不如也把义渠也拿下了 义渠是一片大草原你知道吧 并且这个义渠王啊 和这个秦惠文王他的老婆还是初恋 你知道吧 还生了一个儿子 这么一想 惠文王越想越气 毕竟他又不是攻八老哥 于是发兵攻打义渠 义渠谈笑间就灰飞烟灭了 成了秦国的土地 秦惠文王这一招不可谓不妙啊 后秦资源由天府之国 巴蜀汉中提供 而战马由义渠的大草原提供 而且也不怕别人来抢 别人要来抢 他得过函谷关呀 要不你就从重庆的下面 顺江 而不这个逆江而上 进攻难度很大 所以说之前我说秦国一统天下 有三个关键道具 巴蜀 寒谷 和义渠 是秦国争霸天下的三个关键道具 只是啊 这个巴蜀和义渠 需要这个投资的 这个时间成本有点高 秦惠文王这辈子 肯定是看不见了 但是惠文王 他的眼睛看得比较远 他不止执着于 眼前的迎头小力 他的眼睛一直望向秦国的未来 这里给大家放一段 就是这个大秦帝国里面的一句话吧 也是他的一段台词 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台词 然后给大家看一眼 于后世 千秋万代 每一户人家的创爱 我大秦的名誉 并忙中 好了 说到这里 公元前311年 秦惠文王去世 很多人就要问我 东某人你怎么越来越短了 这以前四十分钟七十分钟 现在二十分钟 十几分钟的视频都做出来了 你是不是在偷懒 真不能怪我呀 哥哥们 他惠文王命短呀 那我能咋办吗 我没有办法 要不我给他练手师 给他加一秒 那也不太好 然后我们这里来说 评价一下惠文王 纵观秦惠文王的一生 秦惠文王赢四一辈子 他保持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他向东进攻楚国 始终保持了有限扩张 就是张仪给他那个基本原则 他称王虽然操之过急 一度给秦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还是找不回来了 后期又继续控制着 自己的这个功力之心 本来可以这个邪天子 一定诸侯的 但是还是选择了 为了未来某一个发展 在这个扩张的方向上 从他的这个当时来说 可以说是平平无奇的 但他的这个性价比 他每一个选择的性价比 高的就离谱 知道吧 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一个君王 秦惠文王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如果他成功了 大家会说 哎呀 这些功劳都是商鞅和孝工的 没有他们 你惠文王算个屁 但是如果他做错了的话 大家又会骂他 败家子 这都能输 但是在这样尴尬的位置上 秦惠文王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他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 雄才大略的君主 也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君主 怎么说呢 他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他的其他史料 他真的是我觉得 最像一个普通人的君主 年少时犯过错 被流放出秦国 然后最后回来继承了军位之后 车裂商鞅 但是任用商鞅之法 对自己的朋友 那真是好的不行 像张仪 在外交中犯了错 曾经差点导致秦国也 又被联合起来攻击 他都放过了那个 对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老婆和这个义渠王有染 但是因为他喜欢 他最后还是放了他老婆一马 他一辈子都在两个形象当中 互相的转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军方 但是唯一有一点 大家可以记住 这一点不用写在文字上 每当到了晚上 你可以走上你们家的阳台 抬头看月亮 大秦的民族